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些年欧洲的这个古堡特色油居然大受欢迎了 为什么呢 因为古堡里头有吸血鬼呀 这玩起来当然刺激 那为什么要说这个事呢 我们来看这儿 画面上的这个地方位于山东宜蒙山区 很多人都知道宜蒙山区有一道非常独特的风景 就是这里的山 看见吧 四周是峭壁 顶部却非常的开阔平坦 当地人把这种地方称作为故 这里是很有名的 据说有七十二故 那问题就来了呀 资源独特 得利用才行 瞧人家欧洲古堡油多有特色呀 我们得学呀 可是咱们没有古堡啊 有人就提出了个创意 在七十二故之首 也就是这个寄王故上 盖一座天上王城 这不就有城堡了吗 天上王城 听名字就够响的 很棒 这方案通过了 立马就开工了 但是谁都没想到 刚一开工 一桩千古迷暗 就随之而起 怎么回事呢 那天傍晚 挖掘机正在挖土唾液 突然 这地下传来了 砰的一声闷响 挖掘机呢 好像是咱们的东西 这是怎么回事呢 司机呢 就赶紧下来看了一下 这一看呢 下了一大调 这地下居然露出一个庞然大雾 这什么东西呢 说实话 这东西就连这位同事考古三十余年的 任向洪教授到现场一看呢 都有点发呆 确实如此 瞧这些春秋时期的国宝 体型硕大 造型精美 上面还刻着名闻呢 那价值高的都不用多说 更何况一口气出了多少 六件 你说这老专家能不蒙吗 这些国宝可是出在荒山野岭之上 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任教授一想 说不对 工程得赶紧停工 为什么呀 下边有墓葬 真有吗 往下一挖 哎呦 不光有 墓葬的面积还不小 尤其是接着就挖到了一样东西 更让任教授惊讶不已 什么东西呢 真车真码 有些人可能不理解了 见到这个 怎么专家就吃惊了呀 哎 这个咱们不懂 但是专家非常清楚 在那里 车马坑 规格非常高 一下车马坑 那就是国军 明白了吧 春秋墓葬有车马坑的 基本上都是国军墓 而国军墓里头什么多呀 宝贝多呀 果然 车马坑里头不仅出土了近十辆马车 还有这个 青铜与纯鱼 将领指挥打仗用有一种乐器 还有工艺精湛的鞭钟 青铜剑 剑簇等等 有很多很多 可能要讲了 一下挖这么多宝贝 专家肯定乐颠了吧 按说应该是 但是您绝对想不到 看到这一大堆宝贝 任教授却揍起了眉头 怎么回事呢 古董的价值其实不全在于他本身 而是在于他厚重的历史 这么多的宝物 墓主人肯定是一位国军 可他是谁呢 有没有发现这个墓主人的身份证明啊 听这话估计有人要笑了 这里叫纪王顾 那还用问呢 肯定是纪王墓咯 别想的那么简单 为什么呢 史料记载 春秋时期山东地界 确实是有个叫纪国的诸侯活 不过在诸侯争霸当中 他遭到齐国的攻打 结果纪侯大去齐国 从此计划调说 去哪儿了 不知道 纪王成了传说 今天就凭在一个名叫纪王墓的地方 挖到一个春秋时期的国军墓 就说这是纪王墓 有点不太靠谱 更何况 看着出土的宝物 任教授觉得这也不像是纪王墓 为什么呢 1983年 寿光境内曾经出土过大量的青铜器 后来被证实是纪国的青铜器 为什么呀 这个青铜器上刻有以字 在古代呢 以通纪 这是纪国的标志 但是这些青铜顶上呢 没有这个字 这是其一其二 寿光青铜器装饰简洁 具有北方通矿的特点 而纪王墓出土的这个青铜器呢 工艺繁复 还有这个镂空壮饰 专家就觉得 它更像是江淮一带这个青铜器的这个特色 江淮青铜器怎么就跑到 宝门腹地的高山上来了呢 这很难理解啊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 专家决定解读一下青铜器上的名闻 看看这里边能不能找到原因 可是任教授没想到这一解读呢 反倒更加困惑了 怎么呢 明文中确实没有椅子 却有个江字 什么意思 专家知道 这个江指的是当时位于淮河北岸的江国 江国距离寄王柱有多远 700周公里 可谓是千里之遥 这么远的地方的青铜器 它怎么会跑到寄王柱来了呢 这个问题倒是很快就有了答案 看到没有 这个青铜器上有这个字 他念印意思就是女子的陪嫁 原来这些顶是江国国君送给女儿的陪嫁物品 说到这就想问您了 到现在您对牧主人的这个身份是不是有了个大概的了解 如果您说是的话 就说明您这水平比专家高 怎么呢 因为到现在 专家反倒是越加糊涂了 就连牧主人是男是女都没办法判定了 为什么呢 前面说了 牧葬出土了大量的马车 乐器 还有青铜箭 这个弓箭之类的武器 其配备的标准呢 都符合春秋时期诸侯国国君的理智 这些都说明 这个牧的主人应该是一位国君 男的 但是如果这些青铜鼎 真的是江国国君送给女儿的陪嫁 那这个牧葬的主人就应该是个女子 因为按照当时的习俗 丈夫 不管你是国君还是平民 你都不能够把妻子的陪嫁放到自个儿的墓里 明白了吧 所以当时先别说牧主人是谁了 就连牧主人到底是男是女 考古堆里头就争得不可开交 那么你既然成为国君 牧主人就能行 如果拿着明文 我们历史路理解来的话 他就能行 他就不是国君 所以非常大的选择 非常大的争议 我们接下接下不了 当然也有人说 有没有这种可能 这位牧主人是女的 但是她又是个春秋版的花木兰 或者木桂英式的特殊女性 是吧 人家不爱红妆爱武装不行吗 这种可能性确实存在 不过也还只是猜 没有结论 那么牧主人究竟是男是女 专家有办法平息这场争论吗 有 关键就在于牧葬的主观 专家们觉得只要把这个牧主人的骨骼清理出来 因为男性跟女性的那个骨骼是不一样的 这样的话一看就可以知道了 所以当时人们把一切的期望 都寄托在开关定论 找牧主人的骨骼 开关在即 国君级别的牧葬主人究竟是谁 牧师离奇怪象应该如何解释 天上王城里到底藏着一个怎样的牵匹爱 今天感情正在为您解历 欢迎您继续收看经典传奇 刚才我们说到面对牧主人究竟是男是女的争论 专家决定开关看看这个骨骼 那么关锅里究竟藏着一个怎样的牧主人 主观清理工作开始了 考古人员小心翼翼的用毛刷和竹签清理牧葬里的泥土 一层一层的小夏 当见到内观上厚厚的红漆 还有不时出现的朱砂 大家越发紧张了 因为这意味着已经接近了最里层 有了 硬硬的 这是什么 玉器进入主观层 考古人员更加小心了 紧接着陆续出入了30多件玉器 件件的做工精美 但是所有这些收获 都没有给考古队员带来半点兴奋 为什么呢 因为清理到最后发现 墓里的这个尸骨早已荡然无存了 我们的期望旁边 骨骼迷了 反正行的 你反正了 你就无法来进行什么呢 进行检定 人骨检定 怎么会这样啊 怎么一根完整的骨骼都没有留下来 全化了 这墓人究竟是男是女啊 这还是个谜 大家的失望就可想而知了 那么这是不是说 这次开关除了玉器宝物 别的就一无所获了呢 也不是 任教授发现 墓室里头有一个情况很奇怪 哪儿呢 我们听着说 布格没了 到他有翻墓 他偷使用 像是像是这样都有的 所以警官反飞了 警官成了翻墓了 但是他偷向很清晰 这栋墓突然转向了 墓室转了向 什么意思啊 要想听懂专家这话 在这儿还得做点解释 怎么回事啊 原来呀 春秋时期人们认为 人死之后是可以升天的 而墓道也就是所谓的先道 经过它可以通往天国 所以一般情况下 墓主人的这个脚 应该朝向墓道 这样的话呢 这墓主人一起身 就可以直接走出去 但是这个墓葬很奇怪 墓主人是头部对着墓道 究竟是什么原因 让这个墓葬不同寻常呢 当时有人猜 会不会是墓主人 脚那边的土质太硬 挖不了墓道 所以才把这个墓道 改到头这边来了 对于这个说法嘛 专家们只能复制一笑了 为什么呢 专家发现 这个墓葬周边的土质啊 确实存在着一头松一头紧的问题 但是这不应该是墓葬转向的 奇怪现象的解释 怎么样 很简单 安葬死者什么最大 来势升天最大 既然已经挖了墓道了 就应该顺应习俗 只要把墓主人这脚 朝着墓道安放 不就完全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了吗 那么既然这不应该是个问题 墓主人又为什么离奇转向了呢 难道有什么原因 比来势升天都要重要啊 天上亡成的这个墓葬 还真的是一团连连 让人费尽脑汁 那么解开这些谜团的关键 到底在哪呢 就在事情陷入僵局 大家一筹莫展的时候 突如其来的一个消息 让所有人再度兴奋起来了 什么消息呢 在墓葬的这个南边 大概十多米远的地方 有人发现这地下土藏啊 还是有人工挖凿的痕迹 很像是又一个墓道 还有墓道 难道说还有墓葬 没错 如果把前面发掘的这个墓葬 称为一号墓 后边发现的称为二号墓 专家发现二号墓的规模 可能更大 因为从已经暴露出来的 这个墓道来看 一号墓的墓道只有四米长 而二号墓的一个墓道 却长达七米 只有更大规模的墓葬 才能配得上这么长的墓葬 这个发现让任教授喜出望外了 为什么呢 因为二号墓的出现 让任教授有了一个推断 什么推断呢 就是这两个墓葬的关系 前面说了 从隋葬品和墓葬的形质看 一号墓已经是国军墓了 但是二号墓的规模 比一号墓还要大 说明二号墓的墓主的分量 比一号墓的更重 那么两个如此分量的墓葬 相距只有十几米 这种局面在什么情况下会发生 只有一种情况 那就是春秋时期典型的 夫妻病血墓 只有两口子并排埋在一块 才会出现这种布局 而且任教授进一步推断 二号墓应该是真正的主墓 也就是国军墓 而一号墓应该是夫人墓 如果这个推断成立的话 那之前的很多问题就引刃而解了 你来看 首先一号墓里头 为什么只有陪价字样的轻动器 因为一号墓本来就是夫人墓 陪价的那个顶放在那里 天经第一 其次一号墓的这个隋葬坑里头 出土了大量的乐器 武器该咱们解释的 春秋时期啊 夫妻病血墓有的习惯非常流行 夫妻共用一个车马坑 东西放一块 那些武器的真正主人 很可能是二号墓主的 至于第三 为什么一号墓里头找不到 国军墓主的这个身份证明 那就更简单了 人家本来就是夫人墓 你看哈 这些问题是不是都找到答案了 当然了 让人更期待的 除了宝物 那就是从这里 我们可以找出墓主 国军的真实身份了 这座两千多年前的古墓 主人究竟是谁呀 会属于传说中的既往吗 估计可能很多人都有点迫不及待了 那么发觉的结果怎么样呢 我们可以先来听听专家的说法 失望是太高了 失望的太厉害了 接受不了这种现实 失望 怎么回事 这个事情完全出乎意料了 前后将近二十天的仔细清理 最后呢 靠谷的人发现了二号墓里头 什么都没有 它居然是个公墓 奇怪吧 更奇怪的还有呢 这段墓图它的规划 应该是很大的 为什么呢 因为它的墓室那边 已经那个长跌 整理出来了 整理出来了 这个墓设计上 其实还没完工的 还非常远的 那么一个工程量 没有完 本指望二号墓破解谜团 不曾想旧谜团 没有解开 新谜团又来了 二号墓主究竟是谁呀 墓葬为什么没见完呢 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两座墓还会是夫妻病穴吗 证据又在哪啊 这问题一个接一个 可把这个任教授给折腾的寝室难安了 那么事到如今 既亡故墓主之谜 真的就无法破解了吗 任教授不甘心 我们会不会遗漏了什么呀 他决定再检索一次现场 那么他会有新发现吗 还真别说 在清理二号墓填土的时候 还真就找到了一点东西 什么呢 陶片 这应该是当年墓室修建的时候留下来的 经过鉴定 陶片的年代 基本上和一号墓的年代相同 就这一点 任教授认为 两座墓是夫妻病穴墓的推断 还是成立的 为什么呢 不过话虽这么说 但是这个推断当中还是有疑点 什么疑点呢 那就是这两个墓葬虽然紧零 但是墓道方向却是一个在洞 一个在西 刚好相反 这究竟是为什么 如果夫妻病穴 是不应该出现这种现象的 那么问题到底出在哪呢 难道专家这个判断还是错了 扑出的谜团里 究竟隐藏着怎样的真相呢 专家又能否解开 这个离奇怪象背后的密码呢 夫妻病穴 为何两边墓道方向不一 迷雾重重 专家如何抽丝剥茧 天上亡城的地下 又究竟埋藏了一个怎样的历史真相 经典团企正在为您解密 欢迎您继续收看金典传奇 刚才我们说到 季王固顶上发现锦铃的两座古墓 专家判断是夫妻病穴墓 但奇怪的是 他们的墓道却正好相反 这是为什么呢 会跟季王固的地形有关吗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季王固 地势险峻 山路崎岖 只有一条路相对平缓 那就是眼前的这条名叫走马门的通道 其他呢也看不出更多的特别的 那么问题可能出在哪儿啊 你也别说 经过仔细观察 专家还真的有所发现 木道朝向最宽的这条路 这不正符合古人死后大道升天的说法吗 原来秘密是藏在这儿 你可以来看一下 夫妻病穴 按照习俗 以男人为主墓 在这个墓葬里头 二号墓道既然朝向走马门 一号墓主的头脚朝向 自然就得跟二号墓一致 但是呢 由于一号墓的这个西侧岩石实在太硬 没办法开凿 怎么办呢 只好委屈夫人 把墓道开到了头这边 应该这个就是一号墓主 这个头像怪异的答案 好了 现在剩下的最大的谜团 就是墓葬主人究竟是谁了 会是季王和夫人吗 对于这个问题呢 专家可就不敢妄加推论了 为什么呢 这就得说时间了 根据墓葬明文记载和文物年代比照 季王固的墓葬年代 应该是在公元前600年左右 但是史书春秋 却留下所有史料当中 关于季国的最后记载 说公元前690年 齐侯陈侯郑国 欲垂 季侯大去齐国 这儿呢 您得注意时间 公元前690年 季国和史书消失 100年 季王固顶上出现国军墓 您说这墓有可能是季王吗 那肯定不可能啊 那么它到底是谁的墓葬呢 还得找线索 那么能找到 当年季王就在这放马 那么这些传说是真的吗 很可惜 传说无从考证 难辨真假 不过任教授却发现 这道蓝马墙却非常有意思 怎么呢 蓝马墙一高一低组合 俨然就构建起两座城堡 与山上的固顶遥相呼应 而这些完全暗合了 古代防御城堡的构建格局 还有一点更重要 任教授发现 蓝马墙的山门 正好与季王顾上的走马门相对 这个蓝马墙的闪成的三线 无疑的一座城堡 这座城堡呢 它介绍什么呢 正好介绍是散河 河的河谷底下来的 河谷上去以后呢 上去 然后正好和走马门相连接 形成了什么呢 形成了通道 您可能要问了 这台通道究竟意味着什么呀 告诉您吧 看了地图 您绝对大吃一惊 看到没有 通道从季王顾顶下来 通过走马门 再通过山下蓝马墙的山门 沿着河谷再向下 就是银马河的河谷走廊 沿着河谷走廊 这就来到了颐河的南岸 而颐河的北岸是哪呢 就是著名的东安古城 注意这个东安古城 当年它位于哪 根据研究 东安古城正是冀国领土的最南端 任教授怀疑东安古城 应该是寄王顾所依托的都城 而寄王顾墓葬的主人 很可能就是传说中的寄王 说到这儿有人可能要问了 前面不是说了墓葬的年代和史书上 关于寄国最晚的时间对不上 对于这个问题 我们可以再谈一下这个史书 春秋记载公元前690年 寄侯大取齐国了 事实上这个去字 让史学家们一直争论了千百年 咱们呢 有人说去就是逃了 逃到哪去了 别管 春秋三传当中的这个左传 古梁传就是这观点 不过作为春秋三传中的 宫阳传的却认为 大取应该是说祭国被齐国灭了 从此没了 春秋那么简历 三段就出矛盾了 而且这些数据 对齐对齐都到西韩 都是两千多年得前的 而且他们都是金属 金属里面就非常矛盾 争论不需要 所以大取齐国成立 成了前国之力 没想到吧 居然史书的记载 依然留下了千古谜团 那么祭国最后到底命运如何呢 任教授有自个的观点 他是这么认为的 虽然东安古城三面环水 身处要地 但是强大的齐国 一直对他忽视眈眈 怎么办呢 弱小的祭国没办法 只好靠上了 祭王顾这个天然屠障 你看 齐国要入侵 首先就得攻破东安古城 蹚过一河 翻过南马墙 打开走法门 再攀上悬崖 最后才能攻上祭王布点 所以大取的意思呢 并没有叛逃 并没有出国 还是在一起这些地方 跑到他的最难边的 这么一个最适合避难的地方 来进行避难 这就是任教授的解释 当年祭侯大去 并没有亡国 而是上了山 当了山奈王 依靠天险抵抗齐国 不过最大的问题需要解释 还是时间 根据研究 祭王顾墓葬的年代 最早指到公元前600年 这根史书记载 这个祭侯大去齐国 相差了整整90年 如果按照任教授的推断 当年祭国并没有灭亡 而是上了祭王顾 那么祭王顾墓葬的年代 又该怎么解释 这个任教授在祭王顾脚下那些古村落里 听到了一个流传千百年的传说 什么样的一个传说呢 当地民间流传 这个祭王凭借山顾之险 在山顶上过着世外桃源的生活 我不出现 别人也打不进来 春去秋来历经了三代 不过到了祭王的孙子们 最终还是没有扛住齐国的进攻 结果当时的祭王没能够完成自己的陵墓 就在战乱当中以身殉国了 那座空墓很可能就是因此而来 我们如果考虑三代的话是多长时间的 一代的25年到30年吧 就三代的30年90年 690年大去齐国 690年 你如果把那个90去的就是60 这个某种的年代就是58到60 非常违恨 怎么样 有道理吗 估计说到这有人会说了 一考古学家就凭一个墓葬 一个民间传说 你就解开一个千百年史学家 都没有解开的历史明暗 这会不会有点不太靠谱啊 跟您这么说吧 任教授其实还是有依据的 什么依据呢 你可以来看一下 看到吧 祭王固山一排纵像 分布着三个土包 您注意哈 那这次发掘出的墓葬 就是其中一个土包 懂了吧 据专家推测 另外两个还有可能也是墓葬 这样算来三代人三座墓 传说与历史的结合 就有点偏偏放 没想到吧 千古历史之谜就这样被解开了 民间传说 因为一座古墓的出土 它也变成真实了 这不能不说 这是咱们所能见到的一种奇迹了 好 各位观众非常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经典传奇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